中台灣元宵燈會在台中水南中央公園盛大燈場 打造8個主題燈區吸引不少人參觀 但是有民眾拿著手機到時光蟲洞展區拍攝 相機疑似被現場的雷射光照射到 手機因此故障 仔細看手機的錄影畫面 紫色斑點會隨著拍攝角度移動 如果拍攝白翔更明顯 不只有紫斑還有紫色線條 林小姐在社群平台上分享剛買的iPhone15 結果去完台中燈會手機就受損 不管拍照還是錄影都會出現紫點跟線條 拿去手機維修中心也沒辦法修理 質疑展場內沒有任何告示牌宣導 手機面對雷射光真的容易壞嗎 實際詢問3C專家他說手機內有感光元件比較脆弱 一旦被雷射光直射就有故障機率 燈會展場設置雷射光遭民眾質疑沒有宣導 但林小姐相當無奈才剛買一個多月的手機 因此故障現在送回原廠 如果不在保固範圍內 還得負擔7-8000元的維修費 這筆不小的開銷該由誰來承擔 華視新聞 魚主與趙映光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C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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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